犹太人被驱逐时,阿拉伯人伸出援手,两个兄弟民族为何反目成为死敌?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,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和仇恨,再次成为热门话题,很多人不知道,人家原本是亲兄弟,好邻居,那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他们今天是彼此如此敌呢? 犹太人发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游牧民族,与阿拉伯人同属沙米特人,圣经就约记载,犹太人原祖亚伯拉罕,率领族人,渡过右巴拉底河进入迦南,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,犹太人征服了迦南当地的民族,逐渐在那里扎根,但是古犹太人对土地的驾驭能力有限,旱灾和饥荒, 使他们不得不迁徒到尼罗河三角洲地区,不幸的是那里并不是他们的地盘,因受不了法老的奴役与驱使,首领摩西带领族人历尽艰辛万苦,又逃回迦南,史称出埃及记,犹太的民族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, 后来犹太人在迦南建国,并将战略要塞耶路撒冷定为国都,这次建国对犹太人意义重大,因为下一次建国,要等到1800多年以后,犹太人虽然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,但上帝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好运气, 在亚述,新巴比伦,波斯,马其顿及罗马的轮番入侵下,犹太民族陷入了无边的苦海,公元135年,罗马皇帝哈德良,下令犹太人禁止进入耶路撒冷, 从此掀开了犹太人漫长的流浪史,许多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又遵循着祖先的蓝石的脚步,回到阿拉伯半岛,并受到了兄弟民族阿拉伯人的宽容与同情,犹太人当时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文明, 他们不仅为阿拉伯半岛带来先进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,还有最重要的宗教,大家绝对想不到, 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兰教,正起源于犹太教,阿拉伯部落与犹太部落长期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, 在交往过程中,犹太人的创世、救赎、魔鬼、撒旦、地狱等教义被传播开来, 很多阿拉伯人因此皈依犹太教,莫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时, 曾大量借鉴犹太教义和经典,古兰经中的故事与传说绝大部分与旧约极其相似, 在传教初期,莫罕默德也是伪装成犹太教,伊斯兰教成立后与犹太教长期相互辩论, 但一直保持良好关系,即便是在阿拉伯帝国时期, 只要犹太人服从伊斯兰教的统治,就能保持宗教自由,犹太人重视教育,又善于经商, 不少人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外交,贸易和财政官员, 公元638年,阿拉伯人攻下耶路撒冷,巴勒斯坦从此并入阿拉伯帝国, 直到19世纪初,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, 穆斯林时代的巴勒斯坦,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的禁令, 虽然没有被取消,但实际上进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, 犹太教又再一次得到发展,因为没有土地,犹太人在欧洲饱受,欺凌, 他们在教义中降加南,描绘成流着奶和蜜的地方, 以告诫所有人不要忘记故土,热衷于复国的犹太人也一直用明天在耶路撒冷建国的口号互相面丽, 幸运的是犹太人后来控制了世界金融命脉,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, 最终在巴勒斯坦画出一块地复国,犹太人终于复国了, 但阿拉伯人又委屈了,他们是从罗马人手中抢来的巴勒斯坦, 他们并没有迫害犹太人,为何要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人夺走? 这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兄弟民族,从朋友走向敌人的过程, 他们的仇恨也许只有上帝能解决。